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在我们总统刚刚上任的第一年的时候 两位共和党的参议员曾经有一个提案 他说我们应该学澳大利亚跟加拿大 我们以后大分支 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的是美国需要的人 我们在这个家属移民 而且我们总统特别批评这种所谓的family chain 这种形式的移民 他认为这是美国目前很多州出现一些财政问题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实我先姑且不论总统说的对与错 您作为一名律师 您认为美国的移民法应该是基于一种人权 以前确实如此 还是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的需要 毕竟移民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像WTO有一个共同政策 您怎么看 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立法者 历届总统老在里面可能也经常会考虑的问题 移民政策从一开始是一种美国自由那种博爱精神的一种体现 那个在纽约那个自由神像 你看法国人送给的自由女神 就是赞美美国的移民精神 对 移民美国一个精神 我们现在经常说它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团圆 一个世界上你只要你不喜欢你国家 由于种族也好 由于这个什么原因 二战中这么多跑到美国来 对 我们伸开臂膀欢迎礼 这是美国多少年的形象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利益问题 我想这个利益问题是说多少年以后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移民它分几种门类 最能代表这两者 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实际的利益 矛盾在于两大类移民 一类就是说家庭 亲属移民 亲属移民 一类是工作移民 我们叫EB1 一直到EB5 OK 那么亲属移民从公民的配偶 绿卡的什么 这个配偶小孩啦 兄弟姐妹等等 甚至包括你在这里出生的孩子 对对 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目前呢 确实这个矛盾已经到了 就是最后现在S386的提案 对 没错 这个H21044提案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是为了什么呢 是其实呢 都有啊 就是说要把这个家庭的体验 从本来的7%的这个配额 每个国家只能用7% 扩大 扩大到15% 而技术移民高科技的 就直接就废除了 就按理先来先到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那么也就是说 明显的这个体验是什么样呢 精神还有 但是呢 精神呢也受到一定限制 而为美国利益为主要的 这个高科技人才 就没有配额了 说到这一点 我们把这个S386和这个1044 留到下一期讨论 回到这一点 我记得欧巴马总统 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对移民政策有一个阐述 他当时提到移民政策 因为他的移民政策 也受到很大的这个攻击 就认为说你呢 太过于松散 因为他那时候主张 给所有非法移民一个Pathway 说将来以后让解决他们问题 其实我到今天 很多人都不认为说 不能光从政治上来解读 欧巴马总统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这一千多万人 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美国是迟早要解决的 你怎么把他们哄回去 他们还在这里生 在这里养 你根本已经不可能哄回 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是个必然的 最后共和党以一个理由说 我得先把边境封上了 我才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借口 这就是过去了 但是问题在这 那个时候欧巴马总统 我记得他很清楚 他在提出自己的移民政策的时候 他已经明确表达 他说美国的移民政策 是基于两个原则 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发展 一个是美国对社会 对世界的责任 对 可是我们总统呢 好像难民也不要了 对 现在就说 我觉得是奥巴马 这个 我是绝对支持这一个 我觉得美国的移民 绝对应该是两者 都得兼顾 那么首先是美国这种精神 你是多少年来 美国历代的这个先哲 大家都是因美国作为一个世界 一个最人们向往的地方 这个一个光明自由 能够所有人得到这个宗教 这个信仰得到保护的 而且至于一个政策 我们千万不能楚慕春光看待它 不要以为说 一下来这么多人 这么来吃我们喝我们 其实你想想回顾历史上 多少移民啊 当年的这个阿森师坦 那这个包括那些科学家等等 这些就是当初为了人权保护他们 揭灭他们 就他们给美国带多大的贡献 而且在奥巴马在简化中特别之中 说你看个Google老板是什么 移民 加州这贵物 我们讲过 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七十五的 都是有移民的 或者是这一代 或者是前面那一代移民带过来的 说这点不可小觑啊 你来了哪怕十万人 里面有出了一个 这个这个阿森士坦人物 那就不得了 那打吧 对吧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但是 是不是说你这边技术上面要兼顾 当然要兼顾 所以我觉得 这次这个Mike Lee 犹他州的这个提案 我是支持的 就是说 你犹他州的提案 其实我还没想看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个支持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 这也是当川普 我们现在也需要一些更技术性的移民 对美国这个科技带来更大发展 是适用的 但是 我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了 支持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美国精神丢掉 那么就是看着前去走 看谁对我们有用 进来以后为我们做什么贡献 我们只招收这样的人 别人我们就不管了 我觉得这又是不对的 说两者就得兼顾 Mike Lee为什么这次呢 家庭法它只是提到还是有限度 从7%到15% 对不对 但是科技这些 你就不要有扩兰 但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太多了 这是一个又是实际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好玩 等会儿可能我们来谈的问题 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两者都要坚固 但是我认为在技术移民上面 还是应该要做一些修正 不能是把它完全等同于 就是一种家属移民 难民移民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应该有 分别不同的政策去对待 我觉得这些不违反 美国的这个移民精神 是这样啊 这个陈律师 其实为什么 这个问题大家有一些争议呢 原因是在于说 特别是在这个 美国的东西海岸 这个相对移民人数 比较集中的 这个纽约州 包括加州 Texas州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非法移民 已经或者说 这个亲属移民吧 我们姑且先不谈非法移民 亲属移民里面 有一个统计 他们认为亲属移民 在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对美国的福利制度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他们认为这个 我有一个朋友在County的 这个Warefare Department工作 他说的更夸张 他说我接待过那人 从飞机场下来 直接开车就来了 就来申请了 就说这个问题 这必须要 是不是也应该证实 必须 必须 就是说 这个拿美国 碰到这个目的来美国的 一说美国 到底能拿黄金的地方 我就来 这说有在中国国内 有人告诉说 你要想拿美国福利吗 你50万就可以买个移民 对 所以说你这次从边境进来的 说是我就是因为在国内 我活不下 我到这 我就是有好日子过 更好的日子 我说这是不对的 你如果犹豫迫害的问题 那可以 如果你只是问这经济问题 我到美国来的话 这个从移民境上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 但现在被滥用了 说这一点一定要整顿 但这个整顿呢 是不是在一开始 政策上面就完全关了门了 而是说有别的这种 相应的法律法律 对不对 你可以做一些正式上的调整 福利上的调整 而且现在做的一些东西 你要是说 当年有淡保人过来了 那淡保人得负责 我淡保人得有十年的责任 如果说这个人将来 跟美国申请福利了 我找你淡保人去 原本应该是这样 应该这样 但是因为 好像最后没人管 没人管 所以这个现象是混乱现象 是必须要这个治理的现象 所以美国的移民法里面 牵扯的社会问题 和牵扯的一些 太复杂 太复杂 当然再加上又赶上选举以后 这两党又把它赋予很高的 政治的意涵 就让移民本身 就从一个法律问题 就扩大成为社会问题 甚至政治问题 就让大家 我们的律师们 有时候 我希望能依照法律 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似乎好像也不能够 真的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移民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刚才陈律师讲的 其实美国移民法本身 本身是为了美国的国家的发展 和美国的国家的需要 而设立的移民法 因为你看全世界180几个国家 200多个国家 真正张开双臂欢迎移民的国家 并不多 而且特别是西方国家中 又更少了 而美国为什么持续这么做 并没有关门 就是因为这是美国国家的 立国精神 和美国国家的 一个本身的一个宗旨 时尚而且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